这是王皇后的落寞时刻 也是唐明皇李隆基堕落的开始 王皇后嫁给李隆基已十年有余 可她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孕不育 这天妹妹给她带来一个消息 说京城有个神婆很是出名 对于许愿求子很是灵验 王皇后听后当即来了兴趣 事后她派手下找到那个神婆 听说你有得死的神符 天机不可泄露 下去下去 说罢神婆便掏出了一个神像 告诉他们只要在夫妻同房时 将她放到睡枕下边便可以水到渠成 王皇后虽然求子心切 但她也明白宫内出现巫术乃是禁忌 妹妹安慰她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可两人却不知道他们的悄悄话早被人偷听 很快牛秀将此事禀告了五会妃 五会妃明白扳倒王皇后的机会到了 于是她秘密派人抓捕了神婆 经过严刑拷打很快得到了确凿的证据 第二天有大臣便将此事禀告了李隆基 这让她勃然大怒 很快李隆基来到了王皇后的寝宫 一会便找到了那个仇子神像 尽管王皇后表示自己乃是仇子心切 希望得到李隆基的原谅 可皇家最痛恨的就是宫内出现巫术 你把朕留在宫中 让朕中了你的圈套上了你的当 我坏功规玷污伪 愚弄寡人 你 你也配做皇后吗 不管王皇后如何的哀求 李隆基还是一脚将结发妻子踢开 这一幕让牛秀也很是悔恨 当天在朝堂上李隆基便决定废后 但王皇后再为多年深得人心 宋景等众位老臣都为她求情 可此时李隆基已经开始专权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王皇后摘下头顶的凤冠 她不明白这件事是如何暴露的 十年的感情仅仅因为一件小事被废 这便是后宫女人的悲哀 此时她身着素衣走出寝宫 那些侍奉过她的宫女纷纷跪拜 她的仁慈可以换来任何人的尊敬 却得不到丈夫李隆基的谅解 此时她只能将所有的委屈 吐露在受王礼貌的怀里 就在这时舞会飞假惺惺的感恩 她的演技得到了武则天的真传 那种姊妹情深被她演的活灵活现 直到此刻王皇后也不知道 害她的人正是武会飞 这一刻她扳倒了所有的威胁 武会飞决定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后 很快病危的姚崇得知了王后被飞 她叫来好友宋锦安排后事 直到此刻她还是惦记着李隆基 当今皇上却是一代明君啊 忠兴唐氏 任人危险 开元盛世 必当 永垂千古啊 只是有一点可虑 陛下过于重情 容易被女色 所获啊 宋锦也是深感忧虑 姚崇明白这次王皇后被飞 一定跟武会飞有关 而如今武会飞深得皇上恩宠 一旦她被封为皇后 那他们武家的血统一定会繁足 霍乱朝刚必不可免 吩咐完这些一代名向姚崇离开的人事 事后李隆基亲自赶来吊宴 他明白大唐失去姚崇等于自断一臂 事后李隆基也感觉到 王皇后的事情很是蹊跷 于是他派高丽氏前去探望 此时的王皇后一介不一 已没了往日的风光 高丽氏直接开门见山 询问他仇子神像的细节 这时侍女牛秀正好赶到 这个宫女牛秀 不是惠安宫小太监牛棍的妹妹吗 牛秀听后明白自己已经暴露 但王皇后却依旧觉得牛秀心地善良 不可能做出此等事来 这一刻牛秀彻底破防了 他对陷害王皇后 只是深感悔恨与愧疚 这时一口井出现在他的面前 牛秀明白这就是自己的结局 与此同时高丽氏决定将牛秀带走审问 侍女却闯进来表示牛秀跳井自尽了 这一刻真的是死无对证 王皇后到死也不明白 自己是被谁陷害的 这一句话让高丽氏丢尽了脸面 俗话说天狂必有与人狂必有祸 眼前这个口出狂言之人是王茂仲 乃是大唐第一辅国大将军 曾经为李隆基立下了汉马功劳 之前他是被为后陷害的死刑犯 是李隆基见他很是骁勇才受为己用 如今王茂仲老来得子 李隆基便派高丽氏前来祝贺 自尔大将军王茂仲生子 赐名王国强 封为五品大夫 小家伙刚出生变成了五品的公务员 可见李隆基对王茂仲的厚爱 但王茂仲听后却很是嫌弃 他觉得自己为李隆基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自己的儿子好歹也得封个三品大员 于是他便将所有的火气撒在了高丽氏的身上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高丽氏是何许人也 他八岁便追随李隆基侍奉左右 但为了不撕破脸皮 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 与此同时宋景也在赶来的路上 他本就对王茂仲没什么好感 只不过是李隆基下令他才不好活了面子 面对宋景的到来 王茂仲显得很是恭维 但宋景只不过是奉命前来祝贺 祝贺完说罢便要离去 这可让王茂仲丢尽了脸面 为了找回脸面子 他表示李隆基的天下都是自己打下来的 要是没有自己宋景算个什么东西 高丽氏见他出口成脏便好言提醒 这是我的福地 你少管闲事 你还是管那些没懒子太监吧 这一颗好脾气的高丽氏彻底被激怒了 他本就是奉命行事 如今王茂仲辱骂自己便是对皇上的大不敬 可王茂仲依旧不给面子 他觉得圣旨算什么东西 高丽氏这一刻笑了 俗话说宁惹小人不惹女人 而高丽氏本就是燕人 他可是皇帝身边的人 可以一句话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没懒子的我要管 有懒子的我也要管 这一刻王茂仲感觉到了深深的威胁 当天夜里高丽氏便耍着哭腔 将此事禀告了李隆基 李隆基听后大怒 为了安抚高丽氏 李隆基直接封他为右肩门卫大将军 武惠妃很有心机 当即为高丽氏送来一杯酒 表示一定会为他报仇 接着他又在李隆基面前煽风点火 第二天李隆基便费了王茂仲的将军之位 将他扁到江州流放 根据武惠妃建议 王茂仲行至永州后 追赵赐死 而这一刻武惠妃虽不是皇后 但他的一言一行已经开始影响李隆基的决策 其实李隆基也想册封武惠妃为后 但宋锦早就预料到了这天 于是便拿出了姚虫的临终一笔 李隆基对于姚虫宋锦很是尊敬 也决定至此以后绝不提议此事 可宋锦死后武惠妃勾结李隆府 再次提出了立后的事宜 此时的中书令宰相乃是张九龄 他也是极力阻止此事 但张九龄在李隆基心目中的地位 完全不及姚虫宋锦 之后更是被武惠妃陷害不得善终 李隆基也即将开始走向堕落 这一句话让李隆基差点笑喷 而眼前这个貌似憨憨实则狡诈的混血 便是大唐霍乱志愿安禄山 这次由于他是私自出兵追敌 导致损兵折将 所以才被押来京城问罪 张九龄觉得他目无军纪暗虑当战 可安禄山是个油腔滑调的主 其当得狗娘养的辱骂我大唐天子 小臣实在气愤不过 出兵追杀了四十里 不想中了埋伏 住口 李隆基再次被他逗笑 面对这个忠心耿耿的胡二 李隆基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便问李隆府的想法 李隆府最善于察言观色 接着便表示安禄山私自出兵的确不对 但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维护 大唐江山的尊严 这点正中李隆基的心思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扰 于是便将安禄山消之留用 陛下 臣以为此不妥 退朝 事后安禄山对李隆府很是感恩 这也为他之后的叛乱留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舞会妃之女 嫌疑公主迎来大婚之日 也正是这天杨玉桓登场 舞会妃第一次见她便很是喜欢 她想让玉桓做自己的儿媳妇 事后舞会妃召见了杨玉桓妇女 而杨玉桓居然是前朝隋阳帝的后人 这让舞会妃对这门亲事很感兴趣 而嫌疑公主则是和杨玉桓成了好姐妹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好姐妹日后不仅成了她的嫂子 还成了她的小妈 娘娘相处你了 玉桓得知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飞充天了 她说 你很像她年轻的时候 聪明 温顺 知书达理 还给你算了命呢 说你的命啊 也像她一样 大福大贵 公主可不能乱说 回到宫内的舞会妃当即将此事告诉了李隆基 可此时的她还不知道杨玉桓长什么样 说吧 她便派高丽氏前往洛阳接亲 与此同时得到消息的杨玉桓 开始幻想日后的幸福生活 高丽氏第一次见玉桓也被她的容貌所惊讶 于是她刻意地叮嘱 表示宫内不同于民间 里面的儿育我诈实在是太多 希望她耗子伟致切勿参与正事 第二天众人便启程前往长安 途中他们路过了马维坡 这里的一处寺庙将玉桓吸引 进门后发现一位高僧正在坐禅念佛 女施主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你猜 老和尚告诉她人生的起点也是归宿 命运的轮回谁都改变不了 可此时的玉桓不懂这些禅机庙宇便离开了此地 不想多年后她会命丧于此 我们会见面的 李隆基一日杀三子 等张九龄赶到时为时已晚 她不明白前妻那个英明神武的唐明皇哪去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武惠妃 她继承了祖母武则天的心狠手辣 早就想废掉太子李英 扶持儿子李茂坐上储君之位 于是她趁着李隆基外出打猎 派遣宫女在自己的寝宫点火 营造出一副宫中发生叛乱的假象 借着右派心腹将此事禀告太子 李英听后没有多想 当即带着两个弟弟便要去平息叛乱 与此同时玉林军首领陈玄理同样得到消息 由于夜黑风高双方人马没看清 都以为对方是攻入皇宫的叛军 很快是杀在一起 而武惠妃又派人将密谋造反的诏书 藏在了太子李英的东宫 所有的计划安排妥当 武惠妃很是委屈地找到儿子李茂 让他催促李隆基赶紧回宫 而太子李英和陈玄理也很快发现都是自己人 立马停止了内乱 等第二天李隆基赶到时 武惠妃装出一副可怜象 表示太子私自带兵入宫要处死自己 李隆基听后大怒 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 直接将三个儿子抓了起来 大臣们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 希望李隆基理智处理此事 可就在这时陈玄理在太子东宫搜出了密诏 连谋反的习文都写好了 杀慧妃以清君策 真是狗敢包天 你们看吧 失去理智的李隆基 当即下旨将三个儿子贬为庶民赐死 太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前去救人的 怎么无缘无故变成了叛乱 三人表示要面见父皇 可这一切都是李隆府和武惠妃勾结的 他不可能给三人任何回旋的余地 而高丽是明白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于是他紧急派人向张九龄求救 张九龄得志后 顾不得年迈的身体一路快马赶来 可等他赶到时已经迟了 张九龄此刻深深地感到绝望 太子啊 当天夜里他便亲笔给李隆基上仗 将李隆基骂了个猪狗不如 张九龄 你这只老乌鸦 你骂吧 骂吧 难道我愿意这样做吗 谁愿意杀自己的儿子啊 李隆基此时也察觉到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但身为君王 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犯错的 李氏 是他们犯上作弄 是他们咎由自取 你说对吧 高丽是能说什么他已经尽力了 事后李隆基找到大哥宁王诉苦 经过两人的探讨 他才得知是武惠妃密谋的 武家的人大概都有这种血统 身上流的血都是冷的 夜里李隆基经过佛堂 里面居然有阵阵的哭啼之声 原来是武惠妃在忏悔祈祷 这一刻李隆基确实了真相 但他没有追问却选择沉默地离去 而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武惠妃也将迎来他的落寞 每到夜里他便会梦到三位皇子前来索命 最终他受不了精神上的摧残而认罪 不 是我杀了他们 武惠妃死了 但李隆基是多情的 他明白武惠妃唯一的心愿便是做皇后 于是他不顾三位儿子的冤死 追封他为甄顺皇后